哈喽大家好 我是褚儿 脱单有我不再困难 只需要一次约会 就能够让女生答应做你女朋友 今天的视频内容非常的干 大家兄弟们赶紧点赞收藏 其实邀约女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关键是在约会当中如何对女生持续建立起吸引力 有很多兄弟在约会当中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就是约女生吃个饭 当了一次买单侠 钱花了 礼物也送了 然后呢 各回各家 女生对你的感觉反而更加冷淡了 信力的产生其实是有原因的 今天褚儿就跟大家分享三个吸引力爆表的约会技巧 第一个约会当中一定要让自己的情绪高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现场听过演讲 观众们看完演讲之后是很容易对演讲者发自内心的尊重 甚至是崇拜 因为观众被演讲者的情绪所感染到了 所以情绪感染力所产生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其实约会也是一样的 你自己的情绪要上来 你要兴奋 然后把你的情绪去带给女生 女生直接就会爱上你 相反啊 如果你在约会当中你不够兴奋 反而很紧张啊 为手为脚的 担心自己搞砸约会 女生也会受到影响 而表现的很拘谨 这将使你在约会当中 无法展现出你自己的吸引力 女生对你的好感度呢 也会直线下降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 外向的男生和女生约会 很快就能够建立起恋爱关系 而内向的男生啊 每次约会之后 关系反不如出 就是因为情绪感染力不足 如果你的情绪感染力有所欠缺的话 除了给兄弟们一个小小的建议 可以在约会前呢 一个小时喝一杯红酒 非常有效 第二个要控制约会的节奏 一次约会当中是谁在掌控节奏 就是谁在展现自己的吸引力 总会有大兄弟跟我说哈 除了我和女生约会感觉都非常好 她带我吃这个带我吃那个 还带我去了某某地方玩 那为什么约会之后她就不理我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是她在带动节奏 是她在提供价值主导约会 吃什么玩什么都由女生决定的 是女生在主导 是女生在带领着你 产生的结果就是 你自己的体验感非常好 所以呢 你会被女生所吸引到 而你自身的吸引力呢 却没有散发出来 所以大兄弟们 要想在约会当中展现出吸引力 一定要有主见 不管是吃什么做什么 自己拿主意 让女生跟着你的想法去走 第三个 约会当中 男生一定要勇敢的去推进关系 女生在感情当中 通常是处于被动的一方 很少有女生会主动的去追男生 但是啊 通常他们会给出一些暗示 给出一些信号 我之前啊 就有一个学员约会的时候 女生说好冷啊 结果她是这么回应的 知道天气冷 她们还穿这么少 要不要我带你去买几件衣服呀 她觉得自己很有绅士风度 女生跟你说好冷 你完全就可以啊 把女生的手捂一下 你的手这么冰 来我帮你捂热 然后呢再跟女生说 现在还冷不冷呀 如果女生还冷 你再把她抱一下嘛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 有很多男生都不知道去做呢 所以啊我跟奶奶讲 女生不喜欢绅士 就喜欢流氓 不要对我说的话产生质疑 听楚儿的脱单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欺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信软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期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